今天在新增了20例的确诊个案 通通都是境外移入 那么有两名患者是外籍人士 其中一名美籍男子 因为20号来台转机的时候发病 在机场医疗中心就诊 采取人道安置进行隔离治疗 另外是一名印尼籍移工 在22号抵台当天发烧 在机场拦截裁检确诊 那么其他呢 有18例的新增的人士 都是本国籍的患者 他们大部分是从欧美国家返台 出国主要的目的呢 多半是工作或者是留学 转机回美国途中 开始发烧咳嗽身体不适 没想到确诊武汉肺炎 国内24号新增20例确诊个案 通通都是境外移入 其中一名美籍男子 还在机场医疗中心就诊 采取人道安置 前一段的飞机上面 身体已经非常的不舒服 也很相当的状况 那我们评估它不适合 在飞下一段 而且在飞下一段 可能对于全机的人 下一段的机程的人 会产生一些相当的威胁 作罢影响其他旅客 根据调查证明美籍男子 先是去过德国 保加利亚以及泰国 20号来台转机发病 经同意入境 随后接受隔离治疗 另外还有一名 印尼籍移工 原本预计来台工作 却在22号抵达当天发烧 在机场被拦截 裁检确诊 至于其他新增的18例 本国籍患者 从美国回来的有6人 欧洲占大部分有11人 还有一名曾到 土耳其旅游的孩童 出国目的 多以奏学或工作为主 尽管欧美国家 疫情严峻 但近期新增个案 几乎都从机场 或居家检疫发现 指挥中心表示 对于国门防疫第一线 旅客大多都有适当防护 不过还是要多加防范 接触传染可能 记得神奇牌黄明镇台北报道 有 EPA 有1号 有1号 5号 达 达